歡迎各位又來到家國生活每逢晚上11點至12點在FM105.9廣播 直播室我們人才智智有Ben Leung 大家熟悉的commentator David Kong 康如天 Josephine Powell 還有我Alex Yew 今晚Josephine我們講一些刺激的題目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晚有兩個很刺激的題目 第一,我們就講一下我們的總理昨天釘出來的特別對黑人社區提供的商業援助 另外,下一節我們會講一講我們第一屆總理的紀念碑被人打爛了 接著是我們的想法和延續它的重要性和大家怎樣看 首先,昨天我們的總理宣布了有93個Million 拿出來幫助黑人社區的商業運作和怎樣可以成立的 它有分開三份的,有一份是幫助他們有很多直接的幫助 即是可能是resource training 有很多one-on-one的 mentoring 第二,它有一個resource hub 有很多資料 另一方面,它有一個資訊 即是評估它究竟是怎樣的 這些錢是分開四年的 另外,亦有221個Million是跟Bank一起做 給他們低息的借貸 我想問一下你們的看法是怎樣的 究竟這個政策推出是將我們加拿大人用顏色分開 還是從一個大的計劃開始呢? 以我們所知,其實在DNA檢查過 人其實是沒有race、沒有種族的 我們不會因為種族而DNA不同 我們所不同的只是我們的外表、膚色、頭髮、眼睛的顏色 或者我們的physical attributes是不同的 或者誰想先回答這條題目 讓我先試一下 好 我想從早前的Black Lives Matter開始說 因此引起其他很多族裔在北美洲 無論是美國或加拿大 都引起很大的反響 它就認為Black Lives Matter 其他種族其實都是Lives Matter的 沒錯,這件事說得很對 但是我就不贊成 就是說Black Lives Matter是想自我愛索自己 這個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等於我們說我們防止乳癌、鼻咽癌等各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說我們怎樣去做防止各方面的癌症 也都可以說我們防止癌症 可以這樣說的嘛 所以Black Lives Matter來說是沒有說錯的 因為那些出來工作的人是黑人 他們特別注重黑人社區各方面的利益 他們是沒有說錯的 所以Black Lives Matter是沒有這個關係的 沒有這個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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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伸到現在 今次在新書裡 我們要把所有人的關係的關係 都可以幫助這個社區 因為為什麼呢? 政府的資源一定是永遠無限的 所有人的 所有人來支持 是正常的 他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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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聯繫的關係 就是人類的關係 對 他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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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樣的 他們的成本 就是被COVID-19壓倒 那個關係 就是希望生意更快 但是或者有些利益 政府 都用了一件的關係 就是錢的問題 不可以去做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用的方法 我就不可以 跟這個Black Lives Matter是完全一樣的 這件事 因為大家的所得到的 大家要爭取的資源 爭取的利益 如果政府某一個族裔社區 所以其他的無可否認 一定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樣做法 是對所有人 其實是不公平的 是會做那個 大家的Division 製造了這個 這件事 他很 以前Justine Judo 所說的 是Diversify 其實應該 所以我們 我們可以 David 我先問一問其他人 然後我們回來 聽了你講一下 環節的時候 我 summarize 你的看法 好嗎? 因為那個聲響 是轉轉續續 我們很難聽到 Ben 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我們昨晚很幸運 我們在昨晚的錄影節目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訊息出現了 第一個反應 我們只是說 為了政治正確 就多次一舉 因為首先 我們要廣義地說 這件事的發生 就是為了政治正確 因為在這刻 有這麼大的運動進行中 而這個運動 是涉及到灰色 一個膚色的運動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政府認為 我們要做一些事情 他就 隨便那一件事去做 如果當 一個黑人的運動 黑人覺得受歧視這個運動 要令到全社會 慢慢去融化接受 以及去解決這件事 是不是在無論將來 在入學 在這個就職 我們是不是會在不同的工作場所 都要規定一定的比例 我們是不是所有的 五百強的生意 都規定用顏色來決定 什麼叫做五百強的生意 再說一句 我們做生意人 我做了四十年生意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做顏色的生意 到底是他的顏色 還是他的員工的顏色 還是他的老闆的顏色 還是他賣的產品是那個顏色 什麼叫做黑人企業 我真的 那四十年生意 我摸不著頭腦 原來產品 我只知道二十元是綠色的 五十元是紅色的 我真的其他都分不出的 你怎麼可能分得出 這個企業 將來轉讓又如何呢 現在他老闆和別人合作又如何呢 他員工受解僱又如何呢 他的顧客突然間做得很旺 黃總人 白總人一齊一波風去光顧 那是否他政府的津貼 就立刻拿回呢 簡直是一個笑話 那為了政治正確而做一件事呢 我覺得呢 真是嘩眾取寵 那當然我們那個 我不是站在政治立場去平靜我們的總理 他真是很想做些事情 但是 好像現在 拿手不成勢那樣 那個V搞到他一身矮 他又想做些事情出來 是滿足一部份的人 不要說政府是忽略了一些人 那他們呢 又走過做一些這樣的事 我只是用一個字去形容是傻事 為甚麼說傻事呢 我們今天三個人 四個人都在說話都是傻人 為甚麼呢 我都說傻呢 因為我們都沒有一個是他們族類的人 坐在那裡分析這件事 我怎知道到底他們面對的困難是甚麼呢 我們四個人都沒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我最低限度沒有一個很資深的黑人朋友 很資深黑人的學識 完全知道他們如阿宗出編說 DNA一模一樣 大家都是十隻手指十隻腳指 是否這樣就代表大家是一模一樣呢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的待遇是否一模一樣呢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根 是否一模一樣的 所有的東西出來 是否每一隻蘿蔔出來 都是一模一樣呢 是否每一棵樹出來 都是一模一樣呢 我們很難這樣說 因為先天後天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 其實… 你也說先天後天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每一個種族有獨特性 簡單來說 你說DNA是一樣的 其實不是一樣的 他們喝奶淚是很嚴重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們游泳會沉的 所以其實… 即是… 我打一個賊 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 困難 有問題 好像我們的族裔 也有我們族裔的問題 是 不是說族裔的 說我們的自己家庭 我們的社區 自己的家庭 都有不同的問題 就算兩兄弟 同一條搶出 都有不同的問題 所以很難說到 有一個叫做平均主義 政府希望用政策去搞平均 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計劃經濟 那是有為了自由的經濟 但是我想大家就忽略了 其實David提出了一個好點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只不過因為 他的黑人生命的事 令到別人覺得… 因為他的煽動性很厲害 他的情感很存在 所以其實… 其實對我來說 就算是黑人生命的 什麼命的 全生命的 其實我都認為是一個… 他們的造業有一個獨特的問題 而其中這個問題 當然他們的罪惡也不會少 比較多 所以其中一件事 就是發覺 如果他們可以做正面一點的事 譬如教他們創業 可能罪惡是會少些的 所以他的93億元 最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 整個Eco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其實就是… 在社區那裡… 令到那些年輕人 或者那些年輕人 或者那些年輕人 他們發覺是創業 是一個挺好的想法 然後另外一個環節就是… 叫做一個hub Josephine也說 那個hub就是一個network 然後令到他們可以收集到資料 他們需要什麼資源 然後第三部份 到他們創業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三部份 最主要是分四年 其實一年都是二、三千萬左右 二千多萬左右 但是全加拿大都很多… 很多… 很多黑人 那他們如果是… 有些錢是集中的 然後是 focus on 那樣東西 那其實這件事是好捨的 其實… 所有東西 你扔多少錢 就是… 一定有說話的了 我們可以用正面的看 亦都可以用一些… 就是… political 的想法 亦都可以 但是最終… 我想目的 是想幫客人 可以transition 我不是覺得… 我絕對不會否認 他有一個好的心場 好的意見 但是好心做壞事 我只是覺得是這樣 因為特別是拿這麼少錢出來 然後搞到這麼大的風波 何苦呢 再加上剛剛說 我們經常都把黑人和罪案 擺在一起 這個亦都是對於整個民族 他們的民族的評價 是有少少是貶低了他們的 但那是reality 對不起 我這個都不想承認 因為為什麼呢 黑人去偷一條麵包 可能就會犯了偷賊罪 五千元以下 坐兩個星期間 但是有一些人 很厲害的 或者… 有一些… 可能是David的同行 他可以在股票市場上 拿掉你的身家 找到你的工廠 他都是合法地 令到你一家… 你所說的就是structural racism 不是structural racism 這個完全是說 大家玩一個… 是systematic 大家玩一個不同的遊戲 在不同的層次 有一些人 只是拿一條麵包 回家 餵兩個小孩吃 就已經犯了一個偷賊罪 但那人偷了整間工廠 偷了整個國家的財富 是沒有事的 因為法律上 容許他合法地做這件事 那這些法律定的時候 就是一群人坐在上面 做一些規矩出來 說我犯這些規矩是沒有事的 但你犯那些規矩是有事的 這些… 反而是真真正正正影響到 為何有一部分族裏的人 犯法的機會特別大 但我覺得 你是fue legislation 出來的order of state 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為何你講得好像有問題 就算他設立遊戲規則 他大佬高呼過parlament 高呼過house of common 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 遊戲規則來的 遊戲規則是說 你找一群人出來 製造遊戲規則之後 要不就留在這裏 要不就離開 你的意思是否鼓勵是這樣的 即是湯面包這件事 大家絕對是不同意 因為你走去那地方的retail 是會損失的 你為何不可以拿public assistance 很簡單 insider trading 是否影響更嚴重 insider trading 又是另一個層面 又是另一個層面 你讓我講一下 好嗎 其實我很多時間 和黑人社區做事 尤其是年輕人 我曾經是在五年的項目 和罪案很大 很多少年槍殺的地區做事 我對他們是一個很基本的需要 比較清楚 其實他們的問題 真的不是一次過給三百個million 就可以解決 因為他們的低層問題 基本上由parenting 甚至是sex 甚至是小孩子 沒有一個father figure 沒有了信心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我和工作做的時候 原來很多family 是有三個小孩 三個不同的爸爸 所以我們做社工的工作 是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除了教過媽媽之外 我亦都要教那些年輕人 是怎樣可以做一個負責任的爸爸 或者負責任的情人 如何保護他們自己 不要未婚、生育等 另外呢 亦都是我們在社區 要找很多father figure 給這些少年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沒有爸爸 所以他們成長的男生 變成了沒有一個支柱 而她的媽媽是不照顧到她的精神 和心理需要 因為很多媽媽都是做最低收入 而是要做三份工才可以維持 你可以想像這些家庭 三代都是窮的 三代是重複不同的問題 三代都是需要去Foodbank 拿救濟 但他們也有工作的 只不過是因為水準不足 通常都是做基層的工作 媽媽也是要訓練她 從基本計算開始 如何控制Findance 所以我覺得 我同意Ben你講 我們總理好心辦為事 因為扔得出來太快 你有沒有擴修過我們社會工作者 究竟他們的需要是怎樣 還有現在的少年 因為他們沒有精神的輔導 又不去教堂 其實Ben 他們真的很多是過入罪案和圈套 而因為他們犯案是走來走去的 所以如果你不幫助他們 就算我們自己的社區很好 或者是很富裕也好 我們是不會安全的 可能是來入屋打劫 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 這個黑人社區 其實就是我們整個加拿大社區的一份子 如果我們不照顧他們 如果不照顧他們 我們也是很極有限 等於COVID-19 如果其中有些人 有很大的犯病率很高 我們也會傳染到其他社區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systematic racism 其實對很多黑人是很不公道的 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我的理解 我沒有做過統計 但據我和黑人的口中 他們說 95%至98%以上 所有的problem 都會從Jamaican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所以對那些不是Jamaican 那些 其實黑人是有很多不同的來源地 是有很多不同的來源地 是有很多來源地 因為過去我們黑人社區的來源地 是在Caribbean多 但是最近這幾年 因為那些爛民的關係 我們都… 噢,已經大了 已經大了 好幾乎 亦都是因為 很多罪案 那些犯罪分子 從美國離開來加拿大 所以我們那些不合法的槍 其實是從美國來的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抽查 為什麼本地人是反對禁槍 即是說那些射擊槍 原來其實他們拿牌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那些偷渡進來的犯案 但是既然你覺得 他們自己的社區 是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很多的挑戰 而這個商業在COVID的期間 是真的需要的 當然不只是他們需要 其他族也需要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就是好心做壞事 其實它是… 就是… 這個因為 Black Lives Matter加Hidden Heart 所以這個Black Caucus 是指揮這件事 其實有一連串 的Structural Racism 我覺得是已經出現 因為它已經在Fone Speech 已經有很多人透露說 會有來的 但是會來什麼 是否只要Focus on Black Lives Matter Indigenous 那些是否是Matter Chinese的Matter 我們都… 我們社區也有很多 很多人 所以其實就是… 因為好不幸 African Caribbean 他們用Black來代表 Indigenous 又不是用顏色 那Chinese 又不是用顏色 不是用Yellow 是嗎 對… 對… 其實… 我覺得就不是一個Color Politics 只不過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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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是用另一種方式來幫助 是否這個意思呢 不是說每一樣東西的Applied Funding 不一定是要Equitable 可能是要針對某一個社區 某一個族裔他們的需要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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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Equity 不是Equality Equality 就是全部都是一樣 我們Equity 就是有些人有多些需要 我們就給多些 我的意思是 好心辦壞事 就是我們應該是 多些錢來照顧其他方面 然後才… 什麼… 是說生意 對… 是說生意 因為如果… 抗業是最後一件事 你普通如果做數 你都不適合了 就很難做 是啊 這樣就明白了 因為創業有… 所以… 有一段時間turnover 是… 是… 這筆錢應該做在教育 是… 社區服務 是總好過 將這九千多萬分四年 擺在別人的生意裡 這些落生意裡 如果Equity 看過股票市場 看過盤一望 就是英英全部不會佔的股 肯定一直沉的股 扔下去做什麼呢 銀行本來都不肯借錢給他 是不是透過這個program 銀行一定要借錢呢 這個就是一個… 那二億一千多萬呢 是通過六大銀行 然後又… 這些小商企 那到底什麼叫做黑人企業 這個真是一個難到不難 再難去定定了 David 有沒有辦法定到什麼 黑人企業 你做幾人生意 你真的不知道哪個黑人企業 你做三步 如果要做三步 如果要做黑人 就是黑人企業 作為一個消費者 哪一代行李 就去那裡買 我怎麼會理得黑人是什麼人 所以我根本不明白他怎麼搞的 是啊 我亦都知道 剛才你們說過 黑人社區的確是因為那個信譽 即是有一個問題 他們是很難借錢的 即是同樣你要他借這麼多錢 可能銀行要真的要你全部有抵押 這樣才會借給你 我想做到這個 program 都可以 如果真的有心 start up 有這樣的決心的人去學習 這一方面可以幫到他 即是在銀行上 甚至我覺得 不是一定做生意 為什麼他不學一下Netflix Netflix 就把那些錢 有一批是給到銀行的 就幫助他們去 mortgage 或者置業那方面 即是他們很少 很多黑人是 zero percent 那個 wealth 和asset 所以如果你的錢借到銀行 用低息的方法 來幫助他們 我覺得是好事 我想很多人都跟銀行借過錢 他不管你什麼 如果你是 start up 個新的 business 差不多是很難 而根據加拿大的統計來說 新成立的 business 不是什麼 最初的三年是很高的 所以你很難貴銀行 銀行金就不管你是什麼種類 總之進來 如果你沒有collectual的話 你真是很難找到他借 你找一下Ben亮就知道了 基本上真的 如果做生意 有排隊進去 同一個商業計劃書 ABC 因為B是black 就借到 A又不借不到 A是Asian C就是whoever ABC三個 business plan 擺了顏色才借到 難道大家過去也有這樣的感覺 如果你的last name 不是主流的last name 你建功的機會就未必 那這個基本上 是一個大家感覺上是會接受到的了 而這個計劃書進來 首先銀行我相信 審批一個貸款 純粹是因為你的生意 因為你的經營的人的經驗 以及你那個 有沒有任何一個資產 以及這個人的流動性大不大 如果有人連居無證所 他怎樣去借錢呢 所以這個增加了我們的難度 祝師先生說 先令他安居 先落業 安居落業 不是落業安居 反過來落業安居 弄個業給他 這個居 居都未有 安居落業 弄一些大型的工廠 安排他的工作 讓他們各個拿到不是最低時薪的 拿到一些比較好的 譬如說 汽車裝備 或者現在收調補路 將這9000多萬 建一條路 然後請這班人去做事 令到他們各個有 不是最低時薪的工資 令到他們富有 總比9000多萬去搞生意 因為我到今時 可能和Eric有很大的意見 就是我真的不是相信本人在做生意 不是每個人創業 絕對不是 絕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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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又看看 那些黑人他們通常做什麼生意 最主要我發覺到 其實他們美容方面比較多些 例如Barber Shop Beauty Salon Restaurant Special restaurant 比較多些 Jerk Chicken Jerk Chicken 好食的 Rekord Store Jerk Chicken Book Store Rekord Store 都不能做 因為這兩個行業 銀行都會借錢給你 哈哈哈哈 很多人看書都傳不到在家電話 哈哈哈哈 因為黑人比較喜歡跳舞唱歌 所以可能他們有很多 音樂的娛樂 大家上網 可以轉上網 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跟我們有些不同 所以他們有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 給他們一些錢 看看他們如何發展 因為希望他們多點 如何專注 多點奏奏奏奏奏 令到社會比較正確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不是表示其他不可以做 因為每一次說政治 一單一的 是說專注 這件事一定是為選票 其實未必一定是 所以大家可能 可以用得比較正面地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一分鐘 OK 或者我講講 如果我們從職業訓練開始 是未常一個壞事 例如我們訓練他去做餅 做西餅 例如Van在一個 School of Cooking 或者是做煮菜 他做了之後 有了一段時間的日子 然後我們幫他 將他的技能 再加上管理的知識 然後再開始做生意 這樣也是可以的 但現在True的計劃是四年 所以仍然都可以 但是要很詳細地計劃 David 你還有什麼可以加 真是不好意思 今晚30分鐘 聽不到你說話 如果沒有 我們留下一節回來 或者David可以 Sign Out 然後再Sign On 看看是不是聲響會好些 OK 多謝各位 好 稍後回來 非常好 謝謝 谢谢大家